民进党反国会改革法 民进党兵分四路 疯狂提示线还有暂时处分 探开大法官名单 总共15人全部都是蔡英文提名 一片绿油油 示线前总统赖清德 抢在野党不要贸然行事 甚至直接在复义自文写上违宪 难道是隔空指导大法官 早有把握让示线过关 这就要再恐吓大家 真正违宪乱政的是赖清德 立法院删除通过的法律 只要不合你的意义 你就申请示线 然后就不打算准走 他直接下指导级的大法官 还呛在野党不要贸然行动 我就是凶我就是坏 今天主人都喊话 不然国民党 已经要开始查超私鸡蛋了 你今天如果大法官 你不赶快把这个门堵起来 今天国民党就钻进去了 你今天去查超私 超私能看吗 民进党执政任内 事先几乎全力打 成功率百分百 高度争议的军工教年改案判核线 可以说及既往追杀国民党的党产案 也说核线 连莱猪案正愿挨轰侵害地方自治 不准地方政府拒绝莱猪 大法官也说核线 赖庆德就是仗着说呢 15个大法官都是我爱的人啊 民进党所有的四线案 要过他们的全部都过了 几乎照单全收 换言之就是一个绿色的大法官 你不要把自己坐建成绿色开门狗啊 只要7个大法官 四线案就能成案 其中4人就可以裁定是否违宪 难道真的只要4个律友有亲信 就可以推翻表决上百次的国会改革案 历史上 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什么天灾 瘟疫灭法 这个国家的魅魂常常是因为 疯狂的领导人 伊特勒就是一个历史 每天在里面纷争你知道 制造仇恨 制造对立 看不到这种政党和解 国会要官员别说谎 别贪污藏资料到底有什么困难 绿营狂党国会查弊案 视线不知道是不是绿营必胜的杀招手段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